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Q 今天呢 我特別特別的早起 我大概早上五點多就起來了 昨天沒有上班 然後現在已經大概八九點了 我餓了好久喔 在這個期間呢 除了剪片以外呢 還想了一下說 我今天有沒有什麼要拍的 那原本是想說要去吃熱雅樂啊 後來就也沒去了 忙一忙就忙到現在那麼晚了 通常我會比較喜歡吃 一開店就過去 可是呢 現在都已經蠻晚的 我怕那邊人太多 然後呢 我就在想 平常呢 我們吃早餐都是吃 麥當勞啊 麥當勞早餐對大部分的人 而言都是很熟悉的 然後我就在想 素食店啊 我們素食店不外乎就是 麥當勞模式漢堡 肯德基漢堡王 我以為要去買肯德基的早餐 後來呢 看著看著 發現漢堡王的早餐好像也蠻心動的喔 我沒有吃過漢堡王的早餐呢 想當初之前出國的時候 那邊有那個漢堡王嗎 但是他那邊好像沒有賣什麼早餐 所以我就很好奇漢堡王的早餐 是有賣什麼其他厲害的嗎 還是什麼之類的 有一些部分們是漢堡王 是有販售早餐的 欸 我沒吃過 所以今天呢 買了大概兩套 對 就是我覺得好像買厲害的兩套 就是跟大家做個介紹 我買兩套我花了199 原本要自己出去買 但是想說自己過去 然後要回來 這樣的時間 好像沒有這麼的成正比 反正現在外售不用錢 現在很多外售平台的外售費都不用錢 所以教外售比較快 雖然我不知道這個上面的價位會不會比較高啦 但我今天點的就是一個 歐姆鬆餅太早餐 還有一個花生蔬菜的一個套餐 來在我右手邊呢 這一個是一個漢堡包 那我左手呢 就是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小薯餅啊 而且它分量算蠻多的喔 那就是一個漢堡啊 配上一個薯餅 加一杯飲料 加一套呢 70塊 欸 很便宜欸 我覺得還不錯還不錯 沒想到漢堡啊 也有賣鬆餅啊 1 2 3 哇 好勒 這個叫做歐姆鬆餅太早餐 鬆餅配飲料加一套是129塊 相對剛剛那個70塊是真的有點比較貴一點 但是 感覺就比較豐富的 但它這個子彈裡面也有附那個 蜂蜜糖球 它這個呢 類似一種麵包吧 來鬆軟的一個奶油麵包吧 什麼 鬆餅只有一片 它鬆餅看起來是超好吃的 你看 然後它是有厚度的一個鬆餅 有點像舒芙蕾 然後它這邊也是附了一些一些 那個小薯球啊 但是讓我抑壓的事呢 它這邊有附一個 這個應該是要 德式香腸吧 那這邊有附一個牛奶蛋 那整體來說就是這樣子 那準備開始吃之前呢 就是有點口渴啦 那我們就先來喝一下飲料 那我點了一個是雪碧 一個是雞浪 它那個時候沒有販售 熱飲 但是官網是有賣熱飲的 但是很少 然後我記得好像沒有湯 好雪碧喔 雞蛋還蠻好喝的耶 它這個味道跟雪碧很相像 不會像雪碧那麼的有藥水味還是什麼的 雞蛋好像多了一種口味的感覺 好嘞 那我今天就要準備開始吃我的早餐了 我應該測完吧 看起來很少 薯餅就是真的很普通 我也不知道跟大家講什麼 看你在早餐練薯餅 大概十來克薯餅 好啦也算是蠻多的 嗯 嗯 好吃 然後它這個香腸啊 雖然有一點那種黑胡椒的那種點綴啊 但是不會太重 那我們來吃一口這個牛奶蛋 沾掉沾掉 口感就是炒蛋啊 就是沒什麼味道 總覺得好像加點什麼鹽巴之類的 可能會更好 我是黑胡椒 嗯 這種單吃都太乾了 竹筆也是 都乾乾的 要配一點醬才好吃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個牛奶蛋啊 放到這個麵包裡面 然後加上配子 你看 在這邊成了一個漢堡了 剛剛這個鬆餅啊 我剛剛咬一口雖然覺得它很乾 但是它會回香欸 超酷的 淋一點蜂蜜 哇 感覺不錯欸 嗯 喔 它的蜂蜜超好吃 有果糖蜂蜜跟香料跟焦糖色素 嗯 嗯 喔好好吃喔 總而言之呢 這個叫菜早餐 最喜歡吃的喔 絕對就是德式香腸 我們來看一下 漢堡王所販售的這種早餐漢堡 我應該點肉的一個漢堡 但是我今天點的是也是健康的 只有萵具啊 番茄跟蛋 然後剛剛在點那個外送的時候啊 它好像還可以夾東西進去 就是可以再加肉片啊 加他們的雞排啊 就是你想要再多加錢 再加什麼進去是ok的 我覺得很棒欸 那我們再吃吧 嗯 這個是花生 加了花生就不一樣了 美味級了 它的花生醬 不會太黏的那種 有點像掛包裡面的花生粉 然後有點融化的感覺 它好好吃 簡簡單單的 但是沒想到 加個醬啊 加個菜啊 加個番茄啊就不一樣 所以我個人呢 如果你要點這種太早餐 就是這種大盤的 然後很多的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可以點個漢堡吃啦 漢堡你看 加一套便宜啊 然後你可能再單點一隻德式香腸吃 一定是超級完美 反正今天的那個漢堡王早餐就到這邊 就是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我今天的早餐 喔 心動呢嗎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哈哈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喜歡影片還是喜歡 不喜歡不喜歡 要喜歡的話訂閱我喔 我是謝祐 每天的五點發布影片 大家我們 吧吧溜 再見囉 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